其實瑞士我覺得蠻好玩的就是 他們很厲害的地方就是 觀光業把它做得非常非常的多元化 就是一個地方可以讓你不只玩一天 玩兩天玩三天 那你不會覺得重複 它會屁不一樣的景點 左右這個都是蘋果樹 秋天來的時候那個都是蘋果 左邊這個 白色的花這個都是蘋果樹 來歐洲你常吃到的甜點是什麼你知道嗎 蘋果派尤其去德國 哇怎麼又吃蘋果派 因為這裡家家戶戶幾乎都會種蘋果樹 好那等一下這個希望天氣越來越好 因為我覺得應該有機會 你看在我們的左手邊 天氣越好就可以看到少女風了 來看 稍微有依稀有看到一點點一點點的影子 那我說瑞士人很厲害一點就是說 他可以把整個山 這個山脈周遭的景色 屁了很多不一樣的玩法 等一下我有圖啊 就可以來跟各位來介紹 你就知道說為什麼瑞士 那個觀光業可以做這麼好 那還有在這個地方 很多人來這個地方 除了坐火車之外 他們還會怎樣 登山健行 登山健行 那這邊呢有很多的登山路線 那老外他們很喜歡就是啊 早上啊帶個麵包 這個點心 茶 或是這個水果 怎樣一整天去健行 這個慢慢走慢慢看 那這邊的健行路線呢 等一下你會看到很多的牌子 右手邊 你會看到呢有黃顏色的 有紅顏色的 那有些是騎自行車的車道 然後呢有些是步行的 健行路線 那呢 他們呢健行路線還有分喔 他會告訴你 從哪裡到哪裡 走一個小時 一個半小時 三個小時 那讓這些觀光客怎樣 你自己去衡量你的體力 我差不多一個小時 你就走這條路線 如果哎呀我體力夠 常常運動 我可以走三個小時 那你走另外一條路線 好 所以他們這邊 其實規劃的